看到这个小案例啊 这个案例呢 其实我们就练习几个简单的圆弧啊 以及多边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对象捕捉来看看 首先我们输入POL 绘制这么一个正多边形出来 对吧 五边 然后呢 我们要以边的方式来绘制 随便给一个点 然后再给一个边长 这样这样一个五边形就绘制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在绘制里边的圆弧 这个圆弧和这个圆弧 可以看到它这个起点 是跟我们这一条边是相切的 可以看到吗 这个圆弧这里是相切关系的 我们可以使用A圆弧命令 第一点放这里 然后再输入1 放个端点在这里 再输入D 方向 对吧 然后呢 就来确定我们这个起点的 这个切线方向 在这个 这条线上再随便找一个点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圆弧就绘制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输入A 绘制第二个圆弧 起点在这里 输入1 端点在这里 再输入D 然后在这一个点上 这条线上随便找个点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一段圆弧 画这段圆弧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们这里一个点是可以找到 这个切点也是可以 还有一个点 我们要分析这个圆心 这个圆心正好落在我们这一条边上的 落在这一条边上的 那么我们这一条线呢 就可以作为它的捕捉用 这条线 这条线和我们这个圆弧 和我们这个圆弧呢 它是保持的一个垂直关系的 这里是保持一个垂直关系的 那我们就可以来捕捉到这个垂足 就是这个点可以利用垂足来捕捉 那这个时候 咱们呢 需要把这个多边形给分解一下 输入X空格 那分成一段一段的线 必须要这样 这步操作不做 我们做不出来 然后再输入C 然后指定三点方式 3P 然后呢 起点在这里 再输入TAN 用右键也可以 找到这里一个切点 再输入PER 垂足 在这条线上随意单击 然后这个圆呢 就绘制出来了 我们只需要这一半 那么通过TR两字空格修剪 然后我们这个图形就绘制出来了 好 简单吧